大家好 在这期视频当中 您将学到2023年 免费美国Windows远程主机 三分钟配置教程 我是老罗 大学生们喜欢叫我罗叔 我的频道专门为大家分享 数字时代的免费资源及知识 通过通俗易懂的方式 帮助各位在2023年 打造崭新的数字生活 数字生活关注老罗 大学生们总爱私信老罗说 罗叔刚知道你的频道 错过了很多精彩怎么办 觉得好请点个赞 觉得可以订阅一下 并打开小铃铛后继续看 时时推送小铃铛 新视频一出立马把你来召唤 好 本次视频是介绍 2023年免费美国Windows远程 主机配置教程的 这个视频分为四个部分 首先是注册前的材料准备 然后是注册的整体流程概述 接着是注册过程的演示 最后是本期视频的重点回顾 2023年免费美国Windows远程主机配置的准备材料 其实分为这五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网络 可以访问 Github GitPod NGRock 这些网站的网络接壳 第二个呢 是要准备一个Github 账号 你并且要登录进去 因为利用Github账号 就可以关联 后面的GitPod和NGRock 第三个是GitPod 使用Github账号 关联GitPod 登录即可 本视频呢 使用GitPod 每月50小时的免费使用时间进行配置 所以这个机器可以使用50个小时每月 第四个是NGRock NGRock使用来穿透任何没有公网IP的系统 我们这里用NGRock的链接 来作为远程桌面主机名加端口使用 第五个是RDP软件 RDP远程桌面连接软件 以微软的Windows系统和MacOS系统的远程桌面软件为主 本期是使用MacOS来演示 当然 如果您使用Windows系统 也可以直接调用Windows系统的RDP远程桌面 是完全兼容的 这里友情提示一下 网络任何的免费资源的注册都有其时效性 使用上有其局限性 更不能保证如同收费资源的流畅性和舒适度 我们在此仅讨论技术上的可行性 能要完全满意和购买收费资源 这里还要提醒一下 对于本频道的所有视频 根据时效性会在视频下方创建一个置顶评论 用来及时更新内容的发展变化情况 请大家及时关注视频下方的置顶评论 2023年免费美国Windows远程主机配置的流程概述 分为ABCDE 各阶段 首先要登录GitHub 登录自己的GitHub账号代用 接着就要登录GitPod 使用GitHub账号关联GitPod登录 然后要登录NGROCK 使用GitHub账号关联NGROCK并登录 我们其实是要它里面的一个长串的一个密钥 然后接着就创建Workspace 登录GitPod后创建一个新的Workspace 本期其实是以Person的Workspace来介绍的 当一切创建完毕之后 最后就是登录 这个Windows系统 所以提点这个Windows系统是 老罗叔叔我打造的 是一个中文的Windows7 企业版 所以使用视频下方描述栏中的脚本 进行快速部署 然后使用NGROCK的密钥填入 认证一下就可以得到远程桌面的链接了 有了这个链接就可以远程桌面了 你之后无论你是Windows10 Windows11系统或者是MacOS系统 都可以用微软的RDP远程桌面的软件 来进行远程操作 至此你就可以对远程的Windows7主机 进行很多自己喜欢的实验操作了 当然这个Windows的主机是在美国的 而且是用谷歌云的 大家好 欢迎来到老罗叔叔的桌面 我们先打开三个网站 GitHub GitPod NGROCK 首先GitHub要登录进去 好 我们在GitPod的网站的右上角 点击Login 好 这里是用GitHub跟它关联 我之前已经关联过了 所以这里直接就进来了 好 现在创建一个新的Workspace 这里其实是随意都可以选 都不影响 随便选一个Python吧 这个也是大小几何也无所谓 好 好 点一下 点Continue OpenWorkspace 打开Workspace 现在正在开 好 点击右下角的Open 橘黄色的按钮啊 好 等这些乱七八糟跑完之后 我们看到 退出这个server点Ctrl C 好 我们给它退出 键盘上的Ctrl C 好 现在出现了 美元号 我们清一下屏啊 Clear 好 我们换入管理员权限 SudoSudo 好 警号出来了啊 现在是root权限了啊 好 这里复制粘贴老罗叔叔 给的几行代码 左上角点击允许 要回车 这些代码都在YouTube的 视频下面啊 大家可以看到 好 继续粘贴 第二行 每一行都粘贴敲回车 好 粘贴敲回车 好 现在开始跑起来了啊 实际在下载老罗叔叔定制的这个镜像 练习法开始了啊 我这些都是快进的 实际上大概要一分多钟 一分钟左右吧 具体看这个早晚高峰期 因为这是美国的网络 这是美国的服务器 好 现在就要复制NGROCK里边的这个token 好 一样Login with Github 用Github 好 这里关联一下 好 看到You're awesome token 点一下Copy 考一下这些字符串啊 好 一样粘贴进来 叫回车 好 右下角 Mac Public 点一下 好 好这里就开始安装了 好 我这是快进的啊 点Mac Public 好 现在已经有了 服务器的地址 RDP的地址啊 用户密码都有了 复制一下 打开你的 微软的安全桌面软件 我这里是MacOS的啊 在这IP里边就填入这个 好 在这里点击连接 用户名就是Administrator管理员 密码就是安靠罗 好 看一下啊 是安靠罗 好 先继续 好 我们这里要把Chrome更新一下啊 好 这是更新好之后的 我们来尝试一下 查看一下IP 好 是美国的IP地址啊 美国的IP地址 美国达达斯 谷歌云 是谷歌云的 好 我们看一下现在比较流行的 Chart GPT 啊 这个网络是可以访问的啊 我们测试一下啊 我们假装去注册看看有没有反应啊 可以啊 可以注册就说明可以使用 我们再看一下油管 好油管是可以打开的 说明这个整个的美国网络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好 现在测一下速 看看这个美国的主机的速度怎么样 上下行 好 29兆 我们下载29兆 看看上传upload 基本上30兆左右啊 好 我们进控制面板看看 这个系统的配置是什么样的 好 4G内存 因为是32位的 所以3G可用 3G内存可用 好 我们看看这个 系统信息 System info 这就比较清晰了 入室安装什么时候 没有啊 好的 我们打开一下桌面的word 2007中文版啊 试试看 你打中文啊 这边打欢迎观看老罗叔叔的视频 给他自体变换一下 说明word也是可以用的啊 office这些都可以在这个美国的远程主机上面使用 都是没问题的 你可以使用就可以发邮件嘛对吧 至此你就可以享用你的美国远程桌面主机了 好 本期重点回顾 首先 本期的核心是基于已经申请好的你的Github的账号来展开关联的 所以你首先要有一个Github账号 其次呢远程登录 无论是windows系统或者macOS系统都可以 因为都有微软的 RDP的软件 可以在这两个系统上面 windows是自带的 macOS可以去下载 都可以进行远程登录这台美国的 主机 第三个呢远程登录这个主机系统后呢要记住两点 第一点 他会爆出这个Chrome 就是需要升级 那你就想办法升级一下 第二个呢 有可能 他的系统的时间 和 我们当前的时间 有一点偏差 那你就要进入这个系统时间里面 去通过这个连接 internet网络进行校验校准一下 这两点完成之后 你就可以 畅想 这个免费的美国windows主机了 好 这期教程 先到这里 谢谢大家